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供奉呢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一些关于供奉的一些个简单的一些个小的知识 供奉的话的话呢 其实呢 来讲的一般来讲的主要是我们叫流离武功 都武功什么呢 就是天有五星 地有五行 人有五脏 那么呢 供神呢 也有武功 武功的话 一般我们来讲 首先啊 要是供乡就不用说了 供香 供蜡烛 供这个水 供这个水果 还有供什么呢 供这个花啊 过去叫五供吧 供香的话是属于什么呢 供香的话呢 是属于土 因为香燃烧完以后的话 成了香灰 成了土 然后呢 供蜡烛呢 是属于火 而且的话呢 供这个 供这个水呢 不用说了 五行属水 那么呢 还有是说 供这个花果呢 是属木啊 当然最后的话呢 是供这个什么啊 供这个 这个 这个烧香啊 之前讲的这个香炉啊 一定要是铜的 正好是属金 正好是讲的话 金木水火土 五行俱全 五行俱全 哎 也代表着五福俱全 就好比我们的扣子一样 我们的衣服的扣子都是五个 它就代表五福啊 也叫五福临门 那么我们再说到这个 供这个水果的时候啊 我们一般来讲呢 给大家主要讲一些个事情啊 首先呢 供这个水果呢 我们要忌讳啊 一些个谐音词 比如说啊 柿子啊 柿子通死 而且的话呢 尤其是道教啊 不要供这个栗子啊 为什么不能供栗子呢 因为这个老子啊 姓李就成李子了 这是犯那个 犯那个明慧的禁忌 同时呢 还有呢 是不要供那些个 比较呆意味的 比如说一些植物啊 比如说像这个榴莲 哎 你 你 你开玩了 搬搬搬个搬个家 别别别别呆了啊 榴莲 可能不能供 然后之后的话呢 还有啊 比如说梨啊 梨也不可以供啊 梨是离开的意思 一般是供那些个往趋势的人啊 可以供梨 那么一般我们来供什么呢 供苹果啊 代表平安的意思 并供这个橙子 代表事业有成 还有供什么呢 还有供这个香蕉啊 香蕉一般来讲的话呢 是这个求这个呃 因缘啊 因为讲的是天地香蕉 匹吉泰来嘛 第二的话呢 也是为了求财啊 香蕉 代表财子的意思 还有啊 是求子的话的话呢 供供早啊 叫早生贵子啊 比说的话呢 还可以供什么呢 供那个柚子啊 叫保佑的意思啊 供那个柚子 而且柚子呢 也可以去贵啊 那么呢 有人啊 问我说 你看有些个神像啊 供的是一些什么那个烧鸡呀 烧鹅呀 茶烧呀 这些个是万不可以的 大家记住啊 凡是供这些个 带有血腥的一些个所谓的一些个食物来讲的话 他只会招一些什么的 除了给家的祖先啊 就就是祭祀以外啊 有之前有人说啊 那个祖先啊 就是可能天真就耗这口 那就喜欢吃这个茶烧 那可以供奉啊 我看还有的什么那个最后演变到什么 还有什么供奉那个大麻呀 什么供奉那个超女呀 当然就止了啊 所以说 有人怀疑这个祖先是不是在阳市 他们也是喜欢这些东西啊 但我们供神来讲的话呢 一定要供奉一些一个比较清洁的啊 比较清净的食物 所以说不可以供血肉之食啊 然后呢 这一点的话呢 呃 大家要注意 然后呢 同时的话要上香 一定要是不要是那种化学的香 一定要烧真香 烧善香啊 现在的香好多都是什么化学的香啊 真是 郎中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的话呢 供 无论是说有条件的话 供成香 因为成香可以通高真 如果没有条件喝 或者条件普通的话呢 可以供檀香 不过说我真的没有办法 那您就供一杯水啊 这么说呢 叫做上山落水啊 所以说代表像人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啊 当然的话您那一杯净水啊 当然说我有这条件说可以不可以供那个茶呀 茶也可以供啊 一般来讲的话呢 都是供一些个 比如说这个像那个慈航道人呀 有民间叫观上音菩萨呀 啊 像一些供一些个 呃 那个呃 那个 比如说供药王呀 啊 孙思苗呀 供这个文昌呀 都是可以用茶 如果要供官宫的话啊 可以用啊 可以吗 可以用那个酒 但是供那个 比如说像那个慈航道人呀 就不可以用酒啊 除了这个官宫以外的话 包括这个赵公明啊 就是属于这个五 呃 五财神 你也可以供这个酒啊 一杯是一杯酒和三杯酒 当然了 供这个水果呢 也是有也是有数的 走单 那个不走双啊 因为单属一样 比如说 果类三五 一般是五个 代表五福 五圆满啊 然后之后的话呢 同时呢 我们还要注意啊 就是说 这个供奉的时候的话呢 心里的话也可以保佑一下啊 保佑这个就是念叨念叨啊 然后供奉完的这些个所谓的食品啊 你不用丢啊 你可以自己吃啊 自己吃就可以了 当然了 如果要是说说这个供奉仙人的啊 人们供奉那个这个侍者的啊 所谓供奉鬼魂的 最好的话呢 就是拿到外边去啊 拿到外边去就最好是不要不要吃了 因为来讲的话 他们是属于阴神 而真正的像那种财神呢 他们属于阳神 如果人要是跟阴神要是争食物的话呢 在民间来讲的话呢 容易运衰 但是也有这种说法 比如像那个港台地区 供奉仙人以后的话呢 把这个食物啊 给这个子辈儿 给这个子孙辈儿 这样的话 怎么呢 这样的话不是保佑子孙的意思 但我建议的话啊 不管是那个供奉阴神也好 供奉阳神也好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时间 别人供奉三四天了 这个果类都起了这个黑斑了 您再去给人吃 那就真的会容易自己身体不好 然后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供奉的水果啊 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烂了一块啊什么的 不要是给它削掉 因为只要就烂了一块 按理说这个果类啊 那里边那个水果都不能吃 这样的话容易容易容易那个那个那什么 容易引发这个 老吃这种烂了的水果 容易容易引发癌症啊 所以说不管是供奉什么 一定要吃新鲜的啊 好 今天这一集呢 就说到这里啊 祝大家健康平安